温行之来到会客厅,人味道生鲜闻,扶着门框咳嗽离这儿才进门。 夜少夫人,赵公公,久等了。 温公子,您怎么出来了?您泡完药玉,让人知会一声就是了。 在下本就让两位久等多时,实在做不到再劳动二位。 在下泡完药玉也好多了,出来走走也不方式。 温公子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? 在下小时候掉过冰湖,落了寒疾,每逢入冬都会犯病一次。 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泡半个月的药玉,吃老毛病了。 物欲有,未曾听温大人说起过。 怪不得了,大冬天掉冰湖,可了不得。 小时候不懂事,淘气,落了毛病,也是无可奈何呀。 父亲怕影响我娶妻,须已瞒着。 公公今夜来事,是燕少夫人在宫里与陛下说起, 有要事要来温宅见温公子。 陛下想到温公子身体不适,十分担心, 特命老奴跟来瞧瞧您。 如今看您已无大碍,老奴回宫禀告陛下, 陛下便放心了。 多谢陛下惦记啊,请公公回宫后告知陛下, 在下无大碍,请陛下放心。 燕少夫人有何事要找在下,请说。 我想问问温公子,听说黑十三躲进了幽州,可有此事? 在下来京已久,不曾听家父书信提起此事啊。 黑十三进京杀我,如今躲起来了,陛下发了海捕文书,也不曾将他缉拿归案。 我听说他躲在幽州,若是当真躲在幽州,还真有可能不被大理寺的人缉拿住。 还请温公子书信温大人查查此事,幽州温家若是包庇黑十三,可是大罪。 明日在下被书信给家父,燕少夫人放心,若是他当真躲在幽州,幽州温家,定不姑息包庇。 温公子,怎么,您骑这么快的马来我家小姐的马车,身体也未免好得太快了吧。 方才赵公公在,在下没能与燕少夫人说两句话。 温公子请说。 燕少夫人这一身新婚的红衣穿在身上,倒是好看得起。 若是在下没猜错的话,你与燕小侯爷并未远方吧。 燕小侯爷不喜欢你,还是不懂男女归房之乐,是不是委屈了你? 温公子很关心我们夫妻的归房之事,是不是嫌萝卜吃多了? 自然,毕竟我惦记着你。 那你就惦记着吧,惦记一辈子也没你的份。 今日你说这样的话,也许有朝一日,你就不会说了。 在下想知道,若是有朝一日,燕青与萧正同时掉河里,你救谁? 那我也想知道,若是有朝一日,你父母一起掉河里,你救谁? 为什么要救? 我父母恩爱,人间黄泉,大概十分乐意做一对恩爱的夫妻。 我不太明白,温公子,既然你瞧不上小泽,却又拦我的路,当二殿下的道,为了什么? 你呀,这世间诸般无趣,谁让我遇到唯一有趣的人呢? 这世间,有乐趣的人和事情多了,温公子见识太少,才会如此,不妨多看看,多见识见识。 温公子,当心玩火自焚。 琉璃,走了。 燕少夫人一直在玩火,也没见你烧了自己,不是吗? 今夜辛苦二妹妹了。 并不辛苦,不过我很好奇,大哥为何去追燕少夫人,也对燕少夫人似乎有些不一般。 若是让她将来做你的嫂子,你觉得如何? 大哥是在开玩笑吧,她已经嫁给燕小侯爷了。 嫁给了燕青又如何?一辈子还长得很,你怎么知道她们能过一辈子? 大哥是喜欢上她了。 想要一个人,不是非要喜欢,二妹妹既然不懂,就不必问了。 她不会喜欢大哥的,她喜欢燕少侯爷,她那样的人,大哥怕是强求不来。 强求不来才有意思,这世上无趣的人与事情太多了,难得又让我想要的,强求了,又如何? 大哥,我不想嫁入冬宫,若是不听家里的安排,就如何? 那二妹妹想嫁给谁? 二殿下萧珍。 二殿下萧珍?你怎么会想嫁给她?你何时见过她? 几年前,母亲将我送来京城九华寺,住了半年,远远瞧见过二殿下一面。 大哥觉得,我若是也强求一下,能嫁给她吗? 二妹妹藏了五年不为人知,今夜告诉我,是想让我帮你? 我就是想问问大哥,我可有嫁给她的机会。 你觉得萧珍若娶妻,会娶什么样的女子?她不会娶温家人。 温惜柔敏纯。 你知道今夜灵化为什么来找我吗? 大哥做了什么,才让她找上门? 我装病出境要去解二殿下萧珍,将她截去幽州。 灵化察觉了,貌雨入宫,不知与陛下说了什么,陛下派了赵公公跟她来,不惜大半夜等了我两个时辰,把我从京外等了回来。 她对萧珍,维护得很。 大哥为什么要将二殿下截去幽州? 因为我想要灵化呀,我想要她,不从她在乎的人身上下手,怎么能得到我想要的? 不止今日我想结萧珍,前一阵子,我还让岭山的人结了萧珍。 灵化出境那么久,也是为了救萧珍。 你喜欢萧珍,而我为了灵化,却不怎么想让萧珍好过。 所以二妹你觉得,你今日跟我说你喜欢萧珍,对你想嫁给她,还有注意吗? 温熙柔说不出话来。 出生在温家,是我们命不好。 二妹若不认命,那就去争。 若想让我帮你,那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,那就拿出我帮你的价值来。 说完一句话,温行是转身走了。 黑夜的大雨连成一线,雨连如细珠。 温熙柔的伞歪了,细密的雨打湿了她的脸。 深秋的雨珠从脸上凉到了她心里。 小姐,咱们回去吧,您都淋湿了。 少夫人,您回来了。 我没什么事,这么大的雨,您快去歇着吧。 您平安回来就好,小侯爷一直没睡,大约是在等着您回来。 我过去跟她说一声,燕青一晚上看了两本画本子,每日睡觉的时辰都过了,也没有听到府里有动静。 她怎么还没回来? 要不属下出去看看。 琉璃和暗卫不是都跟着吗,有什么可看的? 你家主子以前晚上出去,也这么晚不回府,夜不归宿? 主子只要在京城,从不曾夜不归宿。 那她今日快要夜不归宿了。 小侯爷,是主子回来了。 她回来不回自己的院子,来我这里做什么? 你去告诉她,我睡了。 主子,小侯爷让属下告诉你,她睡了。 好,那我就回去了。 小侯爷,主子走了。 听到了,还知道回来。 让厨房给她送一碗姜汤过去,喝了再睡。 灵化前脚回到海棠院,后脚厨房便送来两碗姜汤,一碗给灵化,一碗给琉璃。 燕青对我真好。 嗯,小侯爷对您真好。 就这么一直好下去,她就不劝小姐喝离了。 灵化喝完姜汤,不放心地对琉璃吩咐,明日一早让旺叔带着人出京,暗中沿途去接应消枕, 务必要让大内侍卫将她平安送回京城。 灵化摆摆手,解了外衣,熄了灯,上了床。 她累了一日,又冒雨折腾大半夜,早就累了,沾到枕头就睡了过去。 第二日,灵化没能按时起床,睡醒一觉后,头昏脑胀,浑身发冷。 她觉得不太好,伸手拽响了床头的摇铃。 小姐,您要起了吗? 我好像染了风寒。 小姐,您高热了。 真是不禁折腾。 你去把曾大夫请来,让他给我开一副药。 我购酒。 我购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